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反而好像还挺 挺高兴嘛 这个反对不反对咱们就不说了 这之前呢 门言师呀给我说过这个家具厂的事 但是呢 我把它给压下了 这次是咱们 这次呀 你经过咱们这个 咱妈的降价 我感觉到了 咱们这枪嘎吹啊 不能一条腿走路 那你要不要考虑一下我的想法呢 你的想法 你有啥想法 请客酒坊嘛 之前跟你提过了 这个地靠人重 路靠人走 你说办这个酒坊 不是光嘴吱子说一说就能成的 谁是嘴皮子说说呀 我认真的 你说你担心个啥吗 就这么说吧 如果这个赞巴场 出现这样的难题 出现这样的难处 你能解决吗 赞巴场有他的解决方式 那我酒场有我解决的方式吗 马不带嚼子呀 嘴硬 人们文化呀 话大 依我看呀 如果这次没延伸的家具厂 办成了以后 你不如到那儿好好学习学习 那这么说 你同意他这回办家具厂了 同不同意呀 还不好说 等向上决定以后再说吧 走吧 好吧 我知道了 行 那你自己多注意身体啊 好好好 欧阳干部来电话了 对呀 他说啊 望九大哥找的地方不太理想 想要在那儿多待几天看一看 卓马 你觉得欧阳干部人怎么样 挺好的 又努力又肯干 又不怕吃苦 怎么了 你突然问这事 难道你对他 就没有一点想法 你说什么呢 拉姆 一天到晚脑子里想什么呀 真是的 你干嘛那么大反应啊 有点想法又没什么错 拉姆 你有完没完呀 你再这样说下去 我可真要翻脸了 哎呀 我错了 我的好琢磨 再说了一个大姑娘说这事 你休不休啊 但是喜欢一个人 也没什么错呀 那件事都过去那么久了 咱们雪鱼高原那么辽阔 你难道不准备看一看 更强的熊鹰吗 和你还没理解 哎呀 可以 喂 您好 我是林野局的郑芳明啊 帮我找一下梅艳生同志 喂 郑君您好 我就是梅艳生 之前啊你来这个局里的这个 报告啊 局里已经通过了 这么着 你抽空来局里 把他采罚证办一下 我得提前件事啊 开家具厂啊 它是件好事 可是千万不能乱啃乱罚 如果乱啃乱罚 那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这一点 我一定要给你强调一下 谢谢 谢谢 谢谢证据 我明白我马上去办相关手续 您放心 我一定是遵纪守法 绝对不会乱啃乱罚的 那就好 那就好 那这样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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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任 主任 县林野局已经劈下来了 真是 您把卡罚平纪表 好的 您只要盖个张就行 这盖上张 就能够建场了 对 是的 先驻任务去联业局了 乡亲们 大家好 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 香港家具厂在县业局 乡政 以及村委会的支持下 所有手续已经批下来了 乡亲们 家具厂是历村历民的大好事 有兴趣想要入股的村民们 请来村委会前小广场集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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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梅艳生的手续办下来了 这个梅艳生啊 他真是有能耐 你说这回开家具厂 会有人愿意跟着他干吗 我估计啊 这个开家具厂啊 肯定有不少人跟着他干 这三族的村民年底又分了红 大伙呀 瞪着眼睛都睁着呢 现在又开这个家具厂 那大伙高兴的 顶着头往前冲 爸 我看这家具厂啊 十五八九十开下来了 要不然我也过去随个粪子 算了 粪子我就不随了 省点钱吧 那你拿啥劲啊 我不要工资嘛 我就过去学学他的经验 学好了我就走嘛 行 你自己看着办吧 屋里还有吗 还有 我来吧 小大哥 来了 没干吧 走走走走 快点 小大哥 老主任呢 没干部 您应该提前去请老主任呀 老主任在咱们村里威望最高 您要说什么事 他往您这一站 您就事半功倍了 那现在怎么办 我这刚才我一高兴 要往现在去请去 你看都这样了 大家来位也差不多了 要不先开始吧 那行吧 那格雷大哥 您先帮我那儿坐着 一会儿有人报名啊 您帮我登记一下 行行行行 来来来 乡亲们 乡亲们大家好 大家好啊 稍等一下 老哥您让我再想想话 乡亲们啊 大家好 我没想到我这 一招呼这么多人都来了 看来你们对这个 我这个家具厂啊 特别是赚钱 这个热情度很高啊 对 其实今天啊 招呼大家来 主要是想 想要号召你们 积极踊跃地加入到这个家具厂里头 这个你们放心 这是我从县政府 县林业局 以及乡里拿下来的批文 这都是由虹空文件有章的 你们放心 家具厂百分百的靠谱 你们要不相信的 一会儿可以到这里来查阅 好吗 好 好 我最近呢 把咱们 喀拉山这片赚遍了 我就想把这家具厂啊 开在咱们村子那块 喀拉山下面那个工地上 这样将来啊 拉起木头来 方便离山进 咱们这家具厂以后啊 不管是藏式的 中式的西式的 只要赚钱 咱们就做 没干过 你说的这些 我们都不关心 我们也听不懂啊 我们最关心的就是啊 怎么能加入这个家具厂 怎么样能赚到钱 那那你说啊 我们怎么才能赚到钱呢 是啊 对啊 我们只关心赚钱 别着急 别着急啊 我马上就讲了这一点啊 这个 我这个家具厂啊 也打算学这个三八厂一样 采用集体融资的方式 来解决前妻的资金问题 大家投入多少 按照这个比例 划分为各自的股权 到年底按照利润 大家分红好不好 开家具厂可不比三八厂 需要很多钱 就靠我呢 能凑够吗 没干不 你不会光收我们村民的钱 你自己一个分钱也不出吧 就是 对 我们村的三八厂 经营得挺好的呀 按理说 在建厂子 应该能申请下来扶贫资金呀 对 扶贫资金 没干不 你怎么不去申请扶贫资金呢 行啊 大姐 你的意思我明白了 咱们这事啊 一码顿一码 咱马场经营的事好 是吧 赚了钱了 现在乡里头县里头呢 都是高度的重视 所以他们要去申请这个扶贫资金呢 就相对容易一些 咱们这家具厂不一样啊 咱们才刚刚开始 没有做出任何的成绩 那么现在就去县里申请这扶贫资金 难度就比较大 而且刚才 那望九大哥也说了 是吧 说怕是乡你们掏钱 我不掏钱 您放心 我没验声 肯定掏 而且还不求回报 没干不 你自己打算出多少钱 我打算先进支援 五万 五万 没干不 没干不 你那是骗人的吧 你那工资一个月才几百块 你怎么可能有那么多钱呢 是啊 大家放心 大家放心 因为我知道这个家具厂的 先期投入资金比较大 比咱妈厂要大 如果光靠咱们村民集资呢 根本办不起来 那我家里情况也还行 我就跟我爸妈说了一声 先借了五万块钱 来支援家具厂 另外还有一个事 还有一个事 还有一个事 这个为了给大家伙 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 我专门从拉萨请来了一位师傅 手工艺特别好的木匠师傅 进到咱们村 手把手地教大家打家具 而且 大家放心 请师傅的钱 我个人处 大家放心吧 好不好 好 既然你带我们自己愿意掏五万 那我们村民就没什么问题 我愿意入股 我也愿意入股 好 大家都有机会 想要入股的村民 大家排好队 到格列大哥这边来登记一下 好不好 好 来 行了 来 来 排好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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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后面排好 排好 我先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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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先排好队 来 来 来 连击 连击一个来 来 排这击 欧州大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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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 一组 一组 三百五十元 三百五十元 四郎扎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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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 赫列大哥 这两天啊 三组和四组报名最多 有二十多个人 大概有八万多块钱 这人嘛 司机 工人 销售员 人是够了 不过这个钱 马马虎虎 不过 启动资金是够了 差不多 我算了 咱这个钱 赫列大哥 快坐快坐快坐 赫列大哥 其实钱呀差不多 咱们呢 也不能说 一口气吃个胖的 对 先赶一小场 慢慢扩大 是吧 赫列大哥 您记得这个真的是 太感谢了 这两天要是没有你帮忙 你说我这工作 哪能这么顺利呀 我是村委会的 您开这个厂子 都是为了我们村民 要帮点忙 那是应该的 就是就是 你说我大老爷来这干吗 不就是为了干这个的吗 对了 他的那个 三八厂怎么样 还行 欧阳干部推行了这个叫 送货上门的服务 而业务越来越多了 这不 年后 攒了两三个月的钱 他们准备多开两个门市部 还开门市呢 那门市准备怎么样 还行 通过他们前期这个送货上门的时候 对这个两个市场进行了调研 都有相对的了解 说需求量很大 前两天欧阳去签厂房的租赁合同 应该没问题 没想到啊 这欧阳南做新满的 还真有两把刷子 那是 我和卓马都挺佩服他的 都这么晚了 真是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那这样 今天咱们先到这儿 反正钱啊账啊 都合得差不多了 大家把这个手里材料 给我合一下 早点回去休息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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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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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赶紧回去休息吧 赶紧回去 赶紧回去 你没干不 我能给你提点小建议不 怎么了 就 以我们开咋吧厂的这个经验来看 您这家具厂呢 这个日后的工作量 肯定是越来越大 所以呢 我建议您呢 找一个得力的帮手 平时呢 能帮你搭把手 格雷大哥 您说这事我太知道了 要么 您帮我推荐一个 我 你 我也是临时想到这个问题 至于人选 我还真没想好 这样 你多问问老主任 这两天 我也帮你多想想 得嘞 行 那就谢谢你了 谢谢格雷大哥 那我先走 您忙 您忙 赶紧这边 这 这 这 呃 那 嘞 嘞 滚 撤 屎 吓死他 抓死他 秒秒 驾 快快快 驾 驾 都多长时间没活了 再这样下去啊 我们都得饿死 现在这形势不好说 这允许惩罚的范围是越来越少了 那怎么办呢 靠山吃山 靠水吃水 嘎啦山 满山都是树 是吧 我可听说强嘎孙 开了个扎剧场 实在不行咱就求求他 让他给咱点活干 赵哥 这如果咱们不找的话 那万一人找别的罚目队怎么办啊 是不是 是啊 是不是啊 这怎么办啊 咱们没努力啊 没努力啊 抓不到鞋呢 抓不到鞋 我现在就去造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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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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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摸呢 快快快快 那就回去等我好消息 好 好 那我就先走了 您先忙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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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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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找咱村委会的梅干部 我就是 就您是 梅干部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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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八股香 防部队的队长 马老五 马队长啊 幸福 幸福 快快快 你要不来找我呀 我也得去找你 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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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坐 听说梅干部要在村里 成立一个家具厂 对对对 您看 需要我们伐木队的地方 您可别客气啊 是你们别客气才对 来 来 喝水 喝水吧 队长 来 你说我们这家具厂 要没有你们伐木队 那哪成啊 是不是 那 那太好了 别说伐木 其他的脏活累活 你也别客气 得嘞 有您这话就好 我这眼皮条还正好有一事 这要求您帮忙 您说 我呢 从拉萨请了一个木匠师傅 来手把手地教我们村民啊 打家具 但是现在急需要盖一厂房 让村民有点上学 交给我了 您说什么时候开工 我们马上就能开工 那择日不如壮日 壮日不如明日 咱就明日开工 没得问题 太好了 那这 喝水 喝水 好 好 这还有个小事啊 您这 我们这个家具厂呢 是村民集资 这钱刚刚收上来 那所有的账务呢 都得立清楚 出一个公式 让大家心里都明白 所以这工钱 可能得晚点 咱们先干活 钱的是不着急 您是村干部 我新的果 跟马队长聊天太舒服了 那咱们就一言为定 一言为定 没关系 找到 我们 你怎么还亲自干这月活 这是咱自个儿的场子了 必须得清理新闻啊 您就好比是军营里的大响 我们都是您的兵 您只管动脑子 这小子我们来干一下了 什么降不降的 我得给孙明明起一个表率的作用 您就在这儿好好休息 有问题您给扒扒管 好 那我就扒扒管 把这儿赶起来吧 好 孙明明 赶起来啊 小洛桑 给阿波倒一点点水 这小洛桑现在是 越来越动射了 你说家居厂快开了是吗 这两天基本就完成了 本来就是个检疫场合 没那么负责 准备业上干几事了 还真是雷厉风情 人家到底是有文化 自从这些住村干部来了 咱们村明显就变好了 可是我听说 欧阳干部在村委会上 不同意这件事吧 但是我觉得这件事是好事 要是家居厂真的办起来了 咱们村里 那不就是更好了吗 开家居厂 搞不好可能会破坏生态 欧阳干部是一个认死李的人 他这次回来 说不定你跟林燕生先淡起来 不会吧 什么不会吧 别人的事我管不着 但是哥 这件事你不要参谎啊 好 好 稳 毅阳干部你回来了 蒲剑大哥回来了 那个梅干部她们动作挺快啊 她们厂房都建起来了 蒲剑大哥 带我去看看呗 看看 好带你看看 金狠糠 这个厂的规模啊 见得还挺大 速度还很快的 注意这个 好嘞 师傅 咱们这个尺寸标准啊 一定得要按照人家设计师的图纸 你看这个稍微差了一点点 再加封一下好不好 好的 好嘞 谢谢你 好嘞 大家都停下来 停一下 你想干什么呀 这些木头哪儿来的 关你什么事啊 是不是嘎拉山砍的 我的家具厂 有县里相关部门批示的经营许可证 运输证 砍伐证 所有证件手组 所有证件手续一应俱全 没有任何违规的东西 所有从哪儿砍树 跟你没关系 国家虽然没有明令全面禁止采罚 但保护环境是不争的趋势 你为什么要逆势而为 去赚取短暂的经济效益呢 什么趋势不趋势的 我才不管呢 老百姓的生活水平你看得见 咱们下来干嘛的 就是要迅速让大家致富 你当初要开矿的时候我就说过 不能因为追求眼前利益 而牺牲墙改的长远利益 保护环境 是我们这代人的责任 我只知道我的责任 是让大家伙挣钱 再说了 我现在砍一棵树 再种上一棵树苗 三五十年之后 是不是还是一片森林 砍完之后你种了吗 我们总要给后代留点东西吧 饭得一口一口吃吧 你总得让我的家具厂有了钱 我才能一棵一棵种树吧 既然你是这么想的 我们俩没必要再说下去了 不过我告诉你 我会有我的办法 好啊 我随时欢迎 欢迎你来 乡亲们 大家得赶紧跟师傅学啊 客户马上就要下订单 已经打了电话了 我希望你们赶紧出图 赶紧来 好 好 好 阿爸 阿爸 你不在家具创 到这儿干吗来了 没干部和欧阳干部吵起来了 为什么 俩人一个说环境保护 一个说脱贫致富 反正说的都是些文化词 我也听不懂 但 但说的都还有道理 吵得厉害吗 可凶了 老主任 是 好 老蒜先生 欧阳干部 老主任 您怎么同意门眼神开家具厂呢 欧阳干部 你看啊 当初 你办这个三八厂的时候啊 我不是也没同意 你 你不少爷干起来了吗 在会议上我提出过我的意见 这我才走几天呢 就成这样了 欧阳干部 这个梅眼神开的这个家具厂呀 是经过了县里的审批和同意 那县里同意了 那我们村委会 那 那就没啥意见了 对嘛 而且他有惨罚证 村里也没必要反对嘛 我知道家具厂砍木头不违法 但他跟国家提倡的环保 是相违背的 这跟开矿是一个道理 同样的错误 为什么我们要犯两次呢 哪让你说的那么严重啊 他不就是砍两棵树吗 这不是砍多砍少的问题 是根本就不能砍 这个事虽然不违法 但我觉得村委会就不应该同意 有啥不应该的 那不应该的事啊多了 当初你那么有把握 我说不应该 你不照样也干了 现在梅眼神有把握了 你又说不应该了 对嘛 而且这次开家具厂 梅眼神自己也掏了五万块钱 我觉得他是为了孙子好 反正我挺佩服他的 既然你们都这么坚持 我也无话可说 但我作为一名原葬干部 我会将个人的意见 如实上报县里和地区 就为个家具厂 用得着脑这么严重啊 你们觉得事情很小是吗 但你们知道吗 这件事情关乎到墙杆 未来经济发展的方向和方式 一旦开了这个头 按这个方式走下去 想刹车就很难了 不要 今天您对非要说了 那就这样吧 但是我劝你去 这个做人哪 要宽宏大量 这思想哪 不能过于瞎碍 老主任 好了好了好了 不说了 今天就说这儿吧 老主 咱们回家吃饭 好 吃饭吃饭 对了 欧阳干部 我是觉得这次的事 你好像有点自私了 你要真心未想打算的话 你应该支持我建制家具长 你应该支持我建制家具长 你找我是不是要玩家具厂的事啊 你怎么看的 我觉得这事 跟开矿是一样的 短期来看经济效益是好的 但从长远来看 对墙杆的损害太大了 可是这次没验声啊 为了开这个家具厂 真是费了不少的心思 还拿出了五万块钱 他的行为呀 把全村人都感动了 他能这么做 我挺佩服他的 不过他怎么就不想想了 自然环境一旦遭到破坏 将来会是多么严重的后果 不过他这样做 没有违反任何的法规 这次如果你要反对的话 估计会比较难 我不管难度会有多大 我都要坚持到底 不过 有你支持我 我也踏实了很多 如果我不是长期对你的了解啊 我可能也会像大家一样 觉得你小题大做 但是我现在不会这么想了 我是支持你的 好 谢谢 大爷 我找向马县长 好 知道 请请 好嘞 谢谢 什么 办家具厂 村里搬起 公公商部门审议啊 这事我没听说过 可他们有县里发的经营许可证 林业局发的采伐证 公路局发的运输证 全套数据齐全 家具厂不但建了厂房 而且已经开始砍树了 你说的这个情况不清楚 我没有发言权 我看这样吧 要不你先回去 我知道你想说的是 等您了解清楚以后 再协商解决 可是 这墙卡的原始森林正在被砍伐 等不及啊 你的心情我理解 但是我现在我给不了你答复 您知道吗 为这个事从昨晚到现在 我夜都没合眼 那我这样 我呢 给你两个方案 一个是在我办公室的这个 沙发上 瞇一会儿 还有一个 赶紧回去睡觉 那 那我还是回去吧 等等 你回去以后啊 不要说你来过县里 您知道我什么都不怕 又怕来不及 我不是说你害怕 我是说啊 凡事 要讲究方式方法 哎 我明白了 那 不打扰您呢 我回去了 好 沃云啊 你对朗卡县旅游开发的项目 写得很好啊 我看了 很切合实际啊 这也是我调查研究以后的初步构想 好 二位领导 这份报告我已经传达到我们乡的各个基层 特别是抢卡村表现是非常积极 书记啊 我对抢卡村是这样设想的 你看这些旧房子 还有那边 先不要拆 在那边那个区域呢 现新房子 这边老村呢 作为今后旅游观光景点 陆云啊 你这个想法很大胆哪 书记 现在抢卡村伐木的事情您知不知道 这个我知道 他们手续都批券了吗 哦 强卡村办家具查的事 林业局已经批了 哦 可是他们现在房部还在继续啊 哦 马先生 不过从法律的从念 他们手续的确是批券的 书记啊 哦 我们高原本来就缺氧 原始森林何起的珍贵啊 如果开了这个头 那今后就很难控制了 是啊 那你的看法呢 我觉得这事非常紧急 所以说 把您请到这儿来做现场实际调查 这个事情要尽快解决 我看这样吧 你们两个赛道基层 做具体的调查研究 拿出一个具体的解决方案来 总之啊 既要发展经济 也要保护自然环境 好 好的 好 书记你看看 是啊 这两种罚子啊 有两百年历史了 好 咱这看看 来 同学们 把那些包子拿好 拿平 拿稳 又硬往前推 对 对 就这样 谁都要整正 对 对 停一下 停一下 好 下期们 下期们 来 大家听我说啊 我有一个好消息 前两天呢 我不是说有一个客户 要下订单吗 人家刚刚打来电话 说要十套简单的办公家具 所以我决定啊 这套家具就由咱们师父 带领咱们村民一起完成 在实践中锻炼 好不好 好 好 那干起来啊 没干过 没干过 来 来 来 没干过 来 来 怎么回事 欧阳南 我们真的去县里告状了 明天马县长就来村子里 调查咱们家具厂的情况 你这儿 把咱们厂的村民工人 都集合起来 干去 欧阳南哪 你是想逼死我 您能否接一下 其他地方 不是 林哥 儿子 人家具厂 我们好像已被他们公司 其实同志 有这样的 你腿被损了 这种为了 这种是 他是一个学校的 村民的精神面貌也变好了 这说明什么呢 说明咱们的开三八厂这条路 是走对 但是办家具上这条路 是否对呢 王先生 我 你也别急嘛 我知道 不少村民呢 看到三八厂干起来了 心里急 眼里红 心里都想着 什么时候能像三组那样 腰包里能鼓起来 但是 不能为了让自己腰包鼓起来 就让嘎拉山瘪下去呀 可是 现在村子里确实还有很多人 靠着救济款吃饭嘛 难道发展经济 就要毁掉自然环境吗 要是有一天 我们面对着光秃秃的山 你怎么向外来有客介绍啊 指着那光山说 那是我们的金山 我看到那个时候 我们的脸都没地方放 我们马县长去 我们找马县长去 走 马县长 所以说呢 马县长 马县长 我出去看一下 好 来 来吧 马县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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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什么 里边在开会 你们嚷什么呀 喊什么 我们是来见马县长的 就是 胡闹 见什么见 没看见在开会吗 他好大叫 马县长 成什么样子 马县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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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我们也看看去 马县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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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县长